大家好,欢迎点击江州司马。 蒋介石一生有很多敌人,像当年,中原大战中,天下诸侯联合起来斗蒋一人。 那么,谁是蒋介石的心夫大患呢? 所谓要治江浙老需要广西人,蒋介石这个江浙流氓最怕的就是两个广西人。 一个当然就是出生于广西桂林的李宗人了。 李宗人是贵系的实力派。 北伐战争中,蒋介石虽然是总司令,但是李宗人的第七军才是主力,一路展观夺将,功劳越大,野心越大。 北伐战争大到一半,李宗人第一次把蒋介石赶下了台。 北伐战争胜利后,天下形成阎西山、冯玉祥、李宗人、张学良等四大诸侯, 和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分庭抗礼。 1929年3月,李宗人第一个跳出来向蒋介石叫板,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。 解放战争后期,随着蒋介石嫡系军队的徒崩瓦解,蒋介石威风扫地。 尚存实力的贵系军阀,李宗人再次跳出来,将蒋介石赶下了台,取而代之。 所以,蒋介石很痛惜地说,我是被自己人打败的。 一生三次反蒋的李宗人后来回归祖国,1969年1月30日病逝于北京。 另一个广西人叫李继生,出生于广西吴州。 李继生是个广西人,但是发迹在广东。 是粤军的实力派,他和李宗人一个鼻孔出气。 1929年3月,李宗人返蒋,李继生当任也有份。 他因此被蒋介石冠以叛国者软禁在南京,永远开除党籍。 两年后,李继生东山再起,在福建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。 担任主席再次反蒋兵变,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。 蒋介石恼羞成怒,第二次永远开除李继生的党籍。 解放战争爆发后,李继生在香港组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,即所谓的民革,当选为主席。 他第三次公开反蒋,蒋介石以背叛党国的罪名,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永远开除李继生的党籍。 一生三次反蒋的李继生,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副主席。 1959年,李继生病逝于北京。 说起一生反蒋,当然不能不说那一个湖南人,他叫唐生智。 唐生智自孟霄,湖南永州人。 乡军的代表军阀,事实上,唐生智是以曾国藩第二自诩的。 他的野心远比实力大,北伐战争总共有八个军。 其中的第八军正是唐生智的部队。 话说,蒋介石在检约第八军的时候,突然从马上摔了下来,从此就有说蒋介石过不了第八军。 蒋介石第一次被迫下野,唐生智也参与了。 后来唐生智流亡日本,中原大战中,唐生智曾联合75名高级将领,第二次反将,结果兵败流亡东南亚。 1931年5月,唐生智被任命为广州非常政府国府委员及军委常委,第三次抗起反蒋大旗,适逢918事变爆发。 为了共同抗日,唐生智才和蒋介石握手言和。 新中国成立前夕,唐生智率部起义,投入了党和人民的怀抱。 1970年,一生三次反蒋的唐生智病逝于长沙。